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问题啊 其实呢很容易 就是类似玩悄悄板的问题 对吧 好了悄悄板有时候会平着 对不对不动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由于两边坐的人 它的质量它的重量是相同的 对不对 所以此时悄悄板不会动了 对吧 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 有一种测量物体质量的工具 它叫做天平 就是咱们图上画的这样啊 你看 当天平平衡的时候呢 此时是不是说明 这两边的质量是相同的 对吧 那么这边天平平衡的时候 说明这两边的质量相同的 是吧 好了 那么现在呢天平不平衡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边放了一个圆球 可是这边什么都没放 是不是 现在问咱们的就是 往这个里边 这边就是咱们右边的托帕 放几个这样的小三角 能够让天平平衡呢 这个题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是不是要让大家你来找到 这个圆球的质量和这个三角的质量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不对 咱们的线索从哪里找 只能从开始这俩吧 对不对 好宝贝们 咱们看一下 咱们录一眼啊 你看这边 这边呢是一个正方体 它的质量等于的是三个三角 这和圆球没什么 这没什么联系啊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不着急往旁边看 这边呢 一个球体的质量 等于的是一个正方形 加上俩三角 哎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我是找到了这个球体的质量 和这个三角的关系 可是怎么着呢 多了一个正方形吧 那怎么办呢 多了一个正方体 那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就想 如果说这一边 这个右边的托盘 它全是三角形的话 哎 那我的问题是不是非常好解决 对吧 好了 那让它全部是三角形 咱们就得想办法 把这个正方体换成三角形吧 对不对 但是不能随便换 是不是 因为咱要随便换了以后 天平就不平衡了 我们要把它换完了以后 还得保证天平平衡 也就是说 咱们必须得找到 一个正方体等于几个 三角 对不对 有没有呢 当然有 你看这边是干嘛的呀 这边就提醒我们了 原来一个正方体的质量 正好等于三个三角形的质量 是不是 好了 那一个正方体的质量 等于三个三角形 所以这个地方换一换 是不是就可以了 把它换一换了以后 我发现啊 原来 这个 正方体它的质量 就可以等于的是三个三角形了 因此 这个地方放几个三角形 这就能平衡了 五个 是不是就平衡了 对不对 好了 放五个三角形 这个天平呢 也就平衡了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了 好了 宝贝们 其实这一道题 并不难 关键的问题啊 就是看你 会不会把这个正方体的质量 用三角形来代替 这样的一个 等量代换的知识 你肯定听过曹冲称相 是不是啊 那个故事里吧 是不是就是用石头的质量 代替了大象的质量 对吧 既然它们质量相同的话 那就可以相互代替 这里吧 用到的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来回忆一下 我们怎么做的呀 先找着啊 这里边要找的是 圆球和这个三角形的质量 之间的关系 然后咱们找到了这个天平 可是这里边有个捣乱的 没关系 给它换一换 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像这样的 其实呢 宝贝们 你们多试一试呀 其实也就很容易了 不要着急 不过这道题呢 没有难住你 你觉得太简单 那和我一块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道拓展 好吗 来 赶紧来看一下 拓展是这样的 也有问题了 首先呢 咱们要知道了 这边题目很长 是吧 所以你要听我读一下 说这些小胖嘛 为了做实验 找来了一架天平 天平在这里 可是下面的天平呢 是不平衡的 你发现了没 这边比较沉 这边比较轻 对吧 好了 但是除了天平上面的砝码 这些 可以聊物体质量的 这小铁块呢 小块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砝码 对吧 你发现没有 它身上呢 是有 这个标志的 对吧 这是五克 五克 十克 它们都是重量的 质量的这个标志了 四克一克 一克 两克 十克 好了 甭管它这个课这个单位 现在你还不理解 没关系 咱们不用管它 对不对 咱们直接呢 知道这个数字大 它的这个质量 是不是就大了 对不对 好 质量就是咱们平常 通常说的重量 是不是 重量就大了 那好了 除了天平上面的 这些砝码呢 周围已经找不着 别的砝码了 问 咱们能不能通过 移动这上面的砝码 让天平平衡 是吧 好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宝贝们 你们来看 刚才那道题呢 是让咱们 放几个 对不对 让你来找他们的关系 而这一道题 是不是就让你 左右移动一下 对吧 好了 既然这边比较沉 那咱们是不是先算出 这一边的 这个质量是多少 对吧 5加5再加10 是多少啊 20 天平右边呢 4加1加1加2加10 答案是 答案呢 这个就是18了 对吧 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太理解 这个 这个质量的单位啊 但是呢 以后咱们就会说到了 这个时候 咱们先从数值上来观察一下 20就比18大了吧 对不对 咱们要通过移动 哪两个数 给它移动一下 让这个天平平衡 让这两个数字相同呢 当然你会想到的是 把20变小一点 把18变大一点 对吧 把20变小成多少 把18变大成多少 两边相等呢 你会发现呢 正好是 哎 他们俩中间的那个19 是不是就行了 现在我的目标 是不是把它变成19克 把这边也变成19克 这是我的目标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要换下一个砝码 换一个比他自己 轻一克的砝码过来 对吧 我这边呢 换掉的砝码 是比自己重一个的 重一克的 是吧 那你看啊 我们来找一找 这边有5克 5克 10克 这三个砝码 那么 5比10小1的是9 如果咱们要换这个砝码的话 咱们是不是得换9过来呀 对不对 是不是得换9 把9换过来 是吧 好了 那你看看这边能不能凑出一个9呢 一个9克 这还能行吗 不行 是吧 那就不考虑它了 那你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换5克的砝码 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4克过来 这边有没有4克 有 找着了呗 所以咱们现在正好把4个砝码换过去 这边就减少1克 而这边从4个变成5克 是不是增加1克 两边是不是都变成了19克了 这样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对吧 所以呢 咱们给它换一下 拿过来这个放过去 此时天平就平衡了吧 问题就解决了 好了宝贝们 类似呢 像天平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呢 它玩的也就是一个等式 对不对 就看左右两边相不相等 然后让你来调整一下 让它怎么样来相等的问题 难得帮你吗 肯定难不倒 对吧 好了宝贝们 剃道题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啊